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我是主持雪靈 有馬爾 其實我們兩集都錄的 因為這兩套東西我和有馬一齊決定 一個星期就錄完 看完這套之後 我發覺復國運動和接下來要說這一套 其實他們是有共通的地方 但這套東西 如果復國運動是講一班高尚的人的戰爭 這一班就是一班下戰的人的戰爭 我們跟著 當然層次上、監督上也有這個差別 之前就說副爺,副爺是一個大家很尊敬他 我們跟著要說的是福田 福田我們是鄙視他的 不要鄙視,我們剛才沒有那麼高 比較小,我們要比較 福田是一個什麼人 他寫的東西當然是一個什麼人的東西 OK,我們跟著要說那套 就是天使御龍的倫姆 不是倫姦 通常是倫姆的,我們不要只要說姦 我們要問一下倫姆 放心,這集我是不會說兼用級的問題 因為我看完整套作品之後 我只能用四個字去形容 嘆為觀止 不是登風造極嗎? 這樣也被你想到我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應該這麼說 這一套東西呢 時機是差一點 我是很想看這套作品 如果進入機箭奏的時候 他會發生什麼事 因為他的故事設定是很適合機箭奏 機箭奏因為他都有兩個地球 都是說多重次元的東西 他這套作品也有涉及 看看日後他有沒有機會成為機箭奏作品 阿智田如何整持他 說回動畫 這套東西是很重口味 很多東西應該說不重口味 很多東西是很赤裸裸 用一些正統一點的字眼 是很赤裸裸的去表現出來 因為這個赤裸裸 當你看下去看習慣了的話 其實你會沒有那麼討厭裏面的一些人物 因為全部都是這樣 當全部人都是黑的話 一個沒有那麼黑的 你都會當他是好人 這些比較而已 你錯過了 應該這麼說 整個故事的蜜樂裏面 說的是安琪 這位主角 這位王女 她的成長 她有成長過嗎? 我這裡說一說 安琪的成長就是 開頭三集她就是 她由一個最尊貴的地位 被人打落成一個最低層 被視為怪物 的無難 不是無難 只是無難 無難是另一件事 在這個階段裏面 她否定這個現實 這個階段是最容易幻想精神病的階段 她已經瘋了 都逃脫了 有人因為她而死 之後 她並不是接受了她自己無魔者的命運 她純粹就是 她想死 但是她發覺就是 我都是不敢死 我怕死 為了生存 如果我怕死 我要生存 要做些什麼? 打仗 殺怪殺狼 殺怪 保住自己的命 在這個階段的時候 保住潮命這個階段裏面 其實 她並不是認同了自己 應該說她不是接受了自己 是一個無魔者的身份 她不停在嘲笑自己 她就說 是這樣的 我是無魔者 你吹嗎? 我是這樣的 現在 你咬我吃嗎? 是 這種態度 到了 呂布 呂布 其實她也是沒有接受到 她那個位置 只是接受了呂布這個角色 到她見到一個男人 不是說常男人 我說她見到一個男人 發覺就是 因為這個遭遇而 帶出來的所有東西 其實她不是沒有收穫 她開始接受自己是一個無魔者 這裏是頭十幾集裏面 她這個的盡情 我稍稍說一說 我不說完 盡情 其實這個是一個盡情 看到安琦的角色 其實我相信是 水樹配的角色裏面 其中一個在頭幾集裏面 是相當令人討厭的角色 我相信 我相信是 我相信她這樣做才正常 我相信是公主 被人打得下去 做無魔者 最低階層的話 反而是正常 她沒有反而接受 反而更討厭 我覺得更不正確 我相信她這樣做 其實是反映了劇情角色的定位 我覺得 我不會討厭她 因為要討厭她 都會討厭她 對吧 這個故事 其實在這個所謂的基地裏面 其實它裏面的生活 其實就是現實社會的生活 勞動才可以生存 如果不勞動的話 沒有人會讓你 你一定要靠自己 她說遺産舊有的 金錢加餘也要 對 但她有魔力的人 身為你一個層次 魔力的人 是不需要的 他們什麼都是用魔力去解決的 你用復覺運動去想 每件事都是有思考的 這裏其實就是一件事 很簡單 就是說 現在有全世界的人幸福 只是你這群無魔者不幸福 你為了這群人的幸福 我犧牲他們 正確嗎 小數人 犧牲無益 犧牲小數人 拿到最大的幸福 對 不錯 只要你不是被人 被人扔掉你這裏的無魔者 只要你不是 就是 其實你用安傑的角色 安傑就是 他曾經是王作 好似有魔力 前途一片光明 他都看不起無魔者 但是到他成為無魔者 他用無魔者的角度 再去看回整個故事 整個世界 應該說整個世界 在這個魔法 Mana 的王國裏面 他好像覺得這群人是不正常 所以他的特別地方就是這裏 其他人 即是跟他同部隊 由小到大都被隔離 由小到大都被隔離了 由小到無魔者 他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什麼樣子 只有外面的世界 又不會去知道無魔者 他們就是無魔 他們有魔力 他們看不起你 不會生活在同一個世界 大家的生活血子孤年不同 只有主角安傑 他一個可以看完兩邊的世界 兩邊的經驗 他才可以有一個 作為故事 他才可以有一個 比較好的分析 和合理行動 去支援發展會 你會覺得是有信心 你會覺得是 這個故事裡面 其實有很多 這套東西裡面很多女國 也有很多 星光一一 哇 原三家齊齊齊 有多好 這套東西裡面 我這樣說 我不會細講裡面的內容 我覺得這件事其實是 不是那麼好的 這套東西我會簡單地說 其實不用拍 整個故事我會這樣去形容 一個大綱 這個故事悲劇的發生 是由一個 精蟲上腦的研究者 引發出來的 那沒有的 那你弄個細節出來 當然是追女的 很正常者 他要維持人類最基本的 是繁殖生育的本能 我覺得沒錯 那繁殖生育最棒的 對吧 這件事其實是 應該說 這傢伙 這傢伙 我也是說那句 如果大家聽眾的 有人是研究者 就不要經常買頭去研究 如果有空的話 就調整一下自己的生活 不是這樣就很容易會瘋 其實 這傢伙很明顯 他講的故事 其實是甚麼 這個整個世界 人類就是因為互相鬥爭 所以滅亡了 這個很大陸設定 他全部大陸設定家夫 整個東西都被 為何要滅亡 要屠龍 農野人 這些很老緊 然後跟著 因為一個實驗 變態博士 對 我忘了他的名字 大家不好意思 他精從上路 弄得我看的東西 我也不知道他叫甚麼 這個人 他就被 送了去一個虛數宇宙 一個 生與死之間的客房 很喜歡的 那些名字 差不多 他就是那些名字 他們都喜歡 他都喜歡 他在那裏 就成為一個 好像全輪神 不知為何他可以成為 一個全輪神的存在 你不理會 一個被傳送去虛數宇宙的人 如果我看這個 Integrance 其實是甚麼呢 他是永遠迷失在這個空間 這個世界 真的是消失了一個人 所以這個 時空裏面 他創造了一個新的地球 因為他就知道 他深知到就是 如果地球 還是好像他以往發展的話 只會帶來滅 所以他創造了很多不同的地球去做實驗 這只是SIM World 沒事的 這個世界我不本意 delete黨再玩過 這個黨不喜歡 又delete黨再玩過 沒事的 他沒有說是可以delete 他只可以創造 他不知道是不是可以delete 不是 他毀滅了 他毀滅了世界 可以delete應該是 不是 他也是毀滅過今次 壞了一次 那就是可以delete 不是 delete 也不是 我不知道他創造了多少個地球 總之就是他好像嘗試很多次 他就決定 在叫做他原本的地球裏面 有人就是為了 正化這個地球 他們就 變成了龍 不知道為什麼會變 不要理 要理 你為什麼會變成龍才龍有魔力 為什麼會這樣 不用解 他沒有解 只是突變而已 OK X-Men 只是突變而已 不知為什麼男人是不可以變回原祖的意思 這個我覺得是福田的惡劇 我覺得那個世界公仔是很搞笑的 人類為了正化原本受到創傷的地球 男人 吞了一些結晶落土 變成龍 女人都有做同樣的事 但女人可以變回做人形 但男人是不可以的 他們怎麼生小孩呢 他們生小孩的方法就是 人工受任 精子不知哪裡來的 你不要理 那條龍抽出來 那可能是的 那條龍還是男性 對 紅龍 但生出來全部都是女 怎麼繁殖呢 問題是一個 我不知是否生了兒子 那兒子就要把他吃了結晶 就要把他變成一條龍 其實這件事沒有人知道 他也沒有說 但總之我很肯定知道 在故事設定裏面 原本的地球 所有人形的男人 是沒有了 所以塔巴斯在那裡 才是一個珍貴的男人 珍貴的傳統 樂園 他被樂園追放了 我不知為何 然後變態博士 在這個位置上 他發現了 龍人有這種能力 他就捉了 叫做第一條龍 也就是最強力量的龍 就將他成為了一塊電池 對 魔力發電 創造了一群人類出來 不知他怎樣創造 因為其實 不如算了 你當在虛數空間之後 他的能力就覺醒 他就能夠晉升成神 他就能夠創造一萬萬 OK 都是這個新世界 新世界 他拿了一套 Angel Base OK 我明白 在這裏 他創造了一群 在地球裡面 他可以支賴魔力 其實跟復國運動很相似 他們不再需要發展什麼 因為Manner 可以解決一切的問題 他們所需要的一切都可以由Manner 電話 Manner搞定 坐車不用 Manner飛過就可以了 在這個世界 總會刪除了一些無魔力的人 無魔力不要緊 只要他們可以將有魔力的人 產生的魔力排斥 消除了 而因為 本身變態博士捉了別人的龍 所以 龍那些都是魔力 所以 龍那邊 為了搶回 他們的初始之龍 就會來襲擊這個 新的地球 所以 因為這群無魔者 能夠破魔 所以 拿盡他們的剩餘價值 拿他們去對付龍 形成一個新的體系 大家要記住 變態博士的目的是什麼 他想創造一群 暫身的人類 不會鬥爭 不會成 但是 其實這傢伙 最後發瘋的原因是什麼 這傢伙 這傢伙 我帶給你 再說 這傢伙的故事 其實他想創造人類 這群人類的原因 就是 他要他們沒有鬥爭 他們沒有鬥爭過 他們不用腦想 你現在又不滿意 你做他出來的 你做他出來的時候 你說到自己這麼實 我已經想了很多東西 這樣的人類就是最理想的 你就創造一群最理想 你覺得不想的就是最理想的人類 這群也是理想的 然後你就說 最後會滅他原因就是 我新的世界裏面 不需要你們這群這樣的人 那群人類 很少和平 其實也很殘忍 他們對自己和平 對別人很殘忍 對毛波仔 而那個殘忍 最大的問題是 那個殘忍是你制定出來的 他設了基因 要針對毛波仔 然後你就說 你們這群人太殘忍了 然後我就說 是你殘忍的了吧 這傢伙是 精同上腦到 是一個嚴重失調的 裡面全部都是白色的 白色的 肯定是 不是的 那個設定是你設定給別人的 然後你說他殘忍 你創造一個角色 不再三個 然後你說 這個角色很色情 你搞出來的 其實是你色情的 整件事是搞笑的 我看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他說 哇 福田你是不是在諷刺你自己 其實 這套東西其實不是 跟福田的名字 他在幕後的 我就是好像神 我在一個虛索空間 這些沒有名字 但是有古神 有古動畫 他奉醒自己 這套東西裡面 其實一集有一個 一集有告 水少說 什麼監督不喜歡 什麼喜歡洗澡 什麼不喜歡 什麼一定要拿去洗澡 什麼 他一定要搞事 所以說這個神 就是福田的發生 明白嗎 他在虛索空間 上過這個動畫 所以我就說 他肯定是福田精蟲上腦 他很久沒有跟他老婆什麼 這個人知道 我激動了 我知道 我收回 我說話 收得翻譯嗎 應該 故事裡面 其實他講的 這位 所謂精蟲上腦的博士 他創造了一個這樣的世界 我記得 如果在這個世界裡面 其實 不是沒有反抗過他 曾經有一個王女 反抗過他 然後他 死了 不是 他不是死了 是混了他 大家有一段美好的回憶 然後 這女兒在拍拖的時候 突然之間 不知道什麼原因 他沒有說的 覺醒 我也是要打敗你 然後 然後 因為這樣 而他喪失了他的 右手 回來之後 成立了 就開展了一個 所謂的 自由女神 計畫 計畫 而 最終他告訴我 答案是什麼 這個位置 我是幫助博士 這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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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姦了 你情愛怨 我覺得 你們在床上 陷靜默默地看著大家 然後 你告過博士強姦 那你屈的 很簡單 我屈得 過得進去 他那一刻是 很理會的 莫士會催眠術的 屈得進去 可以告到發 還是可以告到他 哇 那你屈得到你 你怎麼知道 想問什麼 事前次催眠了他 真的 那 那 那不是強姦 是迷姦 兩件事 哦 那 你要分清楚 okok 內容那裡是說 他對他私暴 對當中 他們搞事在裡面 如果是迷姦 是沒有任何私暴的 你見到 安琦都是這樣的 他不是只想 是調整才調到 他發整才想 不是 除了第一王女 然後他之後 故事裡面 亦都是 找了很多無魔者的女角 去修圍捕下 然後他還捉了安琦 這個位置 這傢伙 老實說 應該說 大家都知道 我對敵逆是非常有研究的 敵逆 首先我在這個故事裡面 我得出了一個結論 什麼結論 博士是處女處來的 這個不用推 我也知道 第二 他是 不喜歡強姦 這個口味問題 他是口味問題 他終於調教到你自然 我看這套 裡面 唯一最清楚的是 我清楚了這個博士的性癖 調教處 他是要這女兒學 叫做什麼呢 她說 我要 你給我 他是享受這一種樂趣 福田 我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大家不要以為 我們在說什麼三級內容 這套故事 就是這樣說 這件事 他終於是要做出來 他沒有想過要避忌 他只要做劇情 有什麼 媒體的聽眾 不要懷疑 這套東西你看下去 你真的會知道 我所說的東西是沒錯的 博士 我們是唯一理解的 就是博士的性癖 博士一定是一個S 但對於歐琪的做M 你罵我 你打我 我可以心裡 有人反抗我 他做了一千年S 突然想轉口氣 你不要怪他 有人打我這麼爽 歐琪打多東西 這樣吧 他是 你 那個位是 你見到就是 他對一些女角 就是叫做什麼 他叫做 他每次都是有片些 天真無邪的少女 或者有心靈創傷的少女 然後 得到他們的肉體 然後 然後 很明顯的 為什麼我會說 他是一個處女廚 因為任何的女角 至少在故事裡 起碼至少有兩個 當他們跟他發生了關係之後 你見到 變態博士是對他們 失去興趣的 有嗎 跟不同意 我無法折迷你 他對她的事 而對安琪 他永遠都 安琪未得手 未吃落口 他是未得手的時候 他對她是保持濃厚的興趣 其他人已經吃了 走開一些外套找安琪 其實不空你們 你自己知道這些東西 而當他知道就是安琪的第一次被塔克斯拿了之後 他那種憤怒 顏藝 表情 你看到的 他在整個故事裡 這套東西不是 這套東西主角不是博士 雖然我現在這樣說 他是 他是 那種傑斯底里 是 比他支持 那些 情況是完全不同的 他是突然之間覺得 成年朋友 他那個人是崩潰了 這個是我的目標 如果target了很久 你竟然 嘟了他 你們有兒子 是不是死過 然後身體大戰路 那個男人就來了 然後他崩潰 然後崩潰到的程度就是什麼 不管了 是不是儲女刀先上了 最後就是 他崩潰到的程度就是什麼 他一千年以來的矜持 他是一個儲女傳 他是一個 主人我要的東西 他全部放棄了 他玩強姦 就是幫一個神 將他千年以來 他的堅持 放棄了你就知道 就是這個神末日的時候 最後都是因為這樣 而他死了 他不是因為強姦而死的 他後來被人推上去 駐機地 把空間打 OK 大家不要介意 因為這套東西裡面 你唯一最理解的角色 除了安琪 安琪他的新路歷程 你最了解一個 一個博士 非性格類的東西 因為你要理解一個角色 非性格類的東西 這套東西裡面 肯定是博士 很多編幅 還有反派來講 因為只有他反派 他就是反派最大了 根本上整個世界 只有他一個 反派裡面 我們對他的私生活 是很了解之外 我們對他的理念 完全是不清楚 他沒有理念 因為他被運送到這裡 其實他純粹就是 他一個人太悶 他在那個虛數空間裡 不知道他是出不來 還是什麼 還是他不肯出 他出來 他出來是分身 他本體留在空間裡 總之他本體留在空間裡 安全 至少你怎樣殺他同位體 其實呢 到了這個位置 我看到那一集之後 我有另一個領悟 對他 其實同位體 就是一隻online gaming的角色 他在一個角色扮演 扮演一個角色 是很喜歡處女 和很喜歡主人我要 但其實他本身是一個 強姦版 所以你看到他回到他 在虛數空間他自己裡面 他多麼狂野 我知道大家聽得太多會太悶 我們轉換另一個角色 換另一個角色 其實你說那個角色裡面 另外有一個角色 其實都是描寫得很足的 希爾達這個角色 其實是寫得挺好的 他算是正常人 他算是正常人 在這套東西裡面 是寫得算是挺好的 我覺得是 這套東西裡面 少數覺得是寫得好的角色 少數正常的人 行動正常 思維正常 叫正常 或者這麼說 我看角色好不好 我真的覺得 如果你太跳脫的話 可能我會有些接受 因為他劇情大部份 他不會和變態博士 有關係 所以他去了很多 很奇怪的劇情 變態博士 對正常人沒有興趣 因為你叫Sally 一次由博士組 有些奇怪的劇情出現了 但希爾達沒有 所以他可以維持 正常的思維 希爾達的角色 其實他一直 和安琪打對台 在故事開頭 早期的時候 他是不討厭這個角色 同屬相識 他討厭他的原因 其實他是王族 他一直是用王女去稱呼他 他自己也是因為他自稱 所以他用王女去稱呼他 為什麼 其實他是深恨境的那個國家 因為那個國家才令到他離開他的母親 這個是憎恨的原因 但是當中也看到 他發現安琪和他的處境很類似 有些類似 其實到了最後 他們逃走出去之後 回到王國的時候 他們分別的時候 其實他們對大家的恨意 已經消失了 其實是 大家都是說 最重要是我們什麼都沒有 大家最重要不要死 留一條命 報仇 報仇是之後的事 回去之後他媽媽已經忘記了他 我這麼辛苦才可以忘記你 你這個怪物 因為他媽媽本身都是受著王國這套思想 去奮徒 反而你會看到 這個是必然的情節 不會他媽媽突然抱著女兒 然後身離死別 這套東西是很老骨的 所以任何東西 你不要想突然間有一個角色 他會良心發言 雖然是到後期 我覺得破壞了這件事 不是 你不停想 這件事你不用想 他會說出來 告訴你 而因為這個 他就被捉回去 這個基地裏 無魔者的基地裏 最後就是 安琪也同樣 被捉回去之後 其實他們 叫做聲聲相識 再一次 就是說 因為本身應該這樣說 他失去了目標 他之前是要出去見他媽媽 還是要 現在媽媽原來不認他的 那我出去就沒有意思 不如留在這裏 安琪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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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搭送妹妹 但回到妹妹是對他的事 那就是又沒了 大家被捉到 大家同樣身離給他 那個劇情 其實我覺得 那個相對做得不錯 兩邊都是被家人出賣 出賣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你是無魔者 他已經是把所有他們之間 就算發生過什麼開心回憶也好 怎樣幫過他也好 尤其是在安琪那邊 安琪的同班同學 見到他 之前就說 王女大人 然後就因為他是無魔者的身份 暴吊 丟他 要燒死他 你看到他之前有報過 呂布出來 呂布完全相信他的 我們以前 我認識你 應該不是無魔者 我們先送你 後來飛機來一個 之前跟他打比賽 對面的 我不是太信任你無魔者 我們先看看 你有些希望 會不會外面的妹妹 或者家裡也會有什麼 幻想呢 即是你姐姐 我們仍然玩到大的 我不送你無魔者 你也會幻想 但外面發現你不是 外面發現 你妹妹也好 你同學也好 是想燒死你 而那個位置 也是一些赤裸裸的事情 就是 希爾達一直在問 因為當中 安琪也遇過 黑俠師 接著他就問 你們是不是 搞的事情 我問這套 因為很赤裸裸 所以說話一定會 正常玩家問你們兩個 是否在討論 搞的 其實他在這裏 報了一幕 希爾達已經開始 愛上了 真的 為何你會覺得這件事 合理 因為 因為他小時候已經來到這裏 然後還要他原本 那位隊長 是搞百合的 喜歡搞同性戀 他們喜歡磨豆腐的 不是 這個沒有男人搞同性戀 根本上對他來說 就是 女人和男人 其實他沒有那個界線 其實 他沒有那個界線 你想多了 沒有那麼複雜 然後你看到 就算他取代了隊長 買回隊長的遺產 他照樣繼續 只是由4P 變成玩3P 不是 他這樣就是要 撐住兩個人 即是他不喜歡他 你看到他不是很特意玩 他撐住關係 所以要 但其實他在這裏 你可以這樣去解釋 然後 你也看到 最終他向 最終前他向安琪表白 其實 我是 愛你的 安琪說OK 安琪說 沒有所謂 男人生性戀 全部都是我的翅膀 沒有什麼 黃女就是黃女 空金月港府女 如果不是黃女 不是怎樣做指導者 那 一個角色的推進 他那些感情的表達 其實這個角色 其實是做得 我覺得在這套戲裡面 是不錯的 真的 他沒有一些 很離奇 這套戲裡面 有幾個角色是很離奇的 當然你說 是鑑於變態國事的洗腦 有一個就是他的朋友 他起飛的時候 被流彈打中 然後告訴他 我的朋友背叛了我 為什麼你當時不救我 然後我心想 流彈怎麼救呢 喂 當時你也知道 打到天分地暗 我也隨時死 怎麼救你呢 應該說 他是累積了一些東西 當然這個累積我們看不到 他也叫做什麼 純粹是告訴你 你們在小時候已經是這樣的 把不要的東西都塞給我 蛤? 不是 因為他那段是有補回的 但問題是 是不是真的不要 才可能人家覺得 我不要 但可能你需要 他最終都是說 你不說出來 我鬼知道嗎 你自己有收收賣 我們不是乾鐵殺 我們不認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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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你說 小朋友那位 毛毛靖 其實他是來得有道理的 他是唯一一個加入 他是其中一個加入 而沒有人 因為他的目標就是 希望那班小朋友 可以幸福快活地生活 這個人 把他原本死了的 這班小朋友救起 又被施燒他住 如果沒有人家 你出來就沒有地方住 然後 他背部的原因 就是因為什麼 他們都死了 當然女人是小器 在這套品裏 我所說 福利暗示的女人很小器 博士跟他說 沒有人復活了 他們之後都會死的 他們不會帶他去身世 就是跟女人說 因為當時博士 有些腦殘 因為他在精蟲上腦 那些精蟲很活躍 在腦袋面 只是想著 怎樣可以搞到安琪 所以他講的 他那一期講的 全部都是白痴 你這就是為了 一棵說話 是新聞 他說你長大真是處女 他傻了 他是 是不是 你這話 很同意 在他角度來講 那位角色 他背叛的原因是因為 我的小孩子死了 你不肯幫我扶 你小器 你不夠大量 我要背叛你 所以其實 女兒的背叛理由 應該說 她的背叛看似很有理由 但其實她的背叛理由 是沒有理由的 那女人想事是這樣的 你不要這麼說 是這套東西的女人 這套東西的女人 是這樣的 原本死錯了 我救活了一次 難道你 就等於龍珠怪神龍 神龍跟他說 用龍珠復活的人 只可以復活一次 神龍 你個 一次不要緊 但其實他復活很多事情 他不做 神龍神我做不到 不怪他 你其實復活可以全復活 這個世界是我說的 但你不做 因為那一刻 根本上就是 博士瘋毀了線 精神上老人 他只是想怎樣去做 所以他的對答 完全沒有一個修飾 那當然 我不排除 我不排除 雖然畫面沒有說 他已經 他已經奪去了 這位女國的處置之身 所以他已經對這位女國 沒有了興趣 戒之之就是搞了你 怎樣解決什麼 我不肯定 暗示 暗示 不過雖然我不明白 可能是 老實說 我得出這個假設 戒之就用來 發動部機的能力 我得出這個假設 是因為 他對那些女國 反轉豬肚 就是屎 那一下 就是什麼呢 他瘋了女兒 那吃完 過了一期 就可以了 隨便 所以他不去做這件事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用這套東西 這套東西 要用一些污衛的思想去想 我當然要 那這套東西 要用你去想 所以要用很污衛的思想去想 所以我覺得 因為這樣研究他 所以他背背 蠢了 那些羅里大哥都能吃得 真的 而另一位角色 也是一位重要的角色 Celia 這位角色 他一直希望 就是渴望得到別人的認同 或者渴望得到別人的愛 就是 喜歡別人的 都是因為安期的 你等同這個 就是等同這個面具大尉 面對大尉 上位一樣 那他原本 面對大尉 也是最壞 最壞 肯定是次期 那他想是 之前的隊長 也不算隊長 他想著他用的 安期的機器 原本就是他的 他控制過 他一定是在練習 但是因爲 一個空降下來的安期 搶了這件事 而他搶到的原因 就是因爲 他沒有一些 而因爲這些素質 而私定之後 冷落了他 而他覺得 所以私人根本是不需要他 只是在未找到之前 找著你 頂著先 而他覺得就是因為這樣 他手接又是被人利用 然後 當他見到變態博士 變態博士跟他說了一句 我需要你 Come on baby I lead you and I love you 博士聰明的地方 博士從來沒有說過我愛你 我需要你 我終於被需要了 我被人需要了 這次你現在抓手小女 那些事實是一樣的 火蜜都是這樣說的 因為小孩子是需要 所以跟他走 最後那些是搞大個老闆 這套當然沒有 故事裡面他加入了 博士半邊 成為了博士裡面 叫做什麼 驚離寶石 什麼騎士團 閃射回歸騎士團 好像很喜歡 誰知道也有些問題 他一說過名字 就說不想理他 在這裡 他一直想說 他可以成為正室 誰知道博士 看到安琪之後 愛上了安琪 這個是跳板 你是跳板 他想著自己能成為東宮 誰知道原來自己是西宮 甚至是飛騙 然後他在這個方面 博士已經跟他說 沒有了 是的了 我是想找他做我老婆 你這些是不會有名分的 這期講這件事 那時候也是博士跟上路 那時候 跟友馬所說 那時候 已經很肯定 他是為了一棵世界樹 而放棄整個森林 我沒見過有個博士 在他之前會飛沙 所有事件的拍攬 不要他們 這當然是厲害 這些就是專一 當我找到珍愛的時候 然後我就再不是一個花花公子 好人你會 為何有果果博士 真是好好講 然後最後發現 原來我也是被人利用的 然後就背叛了 背叛這個男人 工具人 不是他什麼是背叛的 他都可以打 他憤怒發生在安琪身上 安琪什麼都你搶了 司令的愛你也有 連面談博士的愛你也有 就跟他打 Sally 這個角色叫做什麼 其實那個角色最後 司令說的對白 我覺得是作出來的 最後臨死前跟Sallya說 你真的好像我 好像當年我那樣 那麼天真那麼熟 以為那個男人喜歡我 怎知道 那個男人只是想玩我 你還不明白什麼百合式的王道 你搞什麼男人呢 他沒這麼說 他也不是的 起碼兩個人都常個男人的滋味 那他就同一個男人 OK 最後告訴他 我其實一直當你是我妹 然後司令就是因為這樣 然後就死了 其實這一段是沒有感覺的 因為中間因為博士本身 他抱著一個復仇的心態 去做任何事 他任何事都是為利用價值 他全部都是為利用 方其都是利用的 他覺得好像是多了個妹妹 他那個介紹 他一直都沒有說過這件事 其實 因為他表現裏面 也看到他一直都是在執迷不悟 因為他覺得自己被強姦了 他覺得很不值 他可能被安齊繞一聲 才醒來 然後退出了 不做司令 除了我剛才說的一些 有足夠普通的其他 因為他們全部都是被 復仇心 或者憎恨 去籠罩著每一個角色 其實基本上每一個角色都是 在這個新世界 Manner這個世界裏面 所有無魔力的人 其實全部都是被仇恨 去支配著 正常 這麼小時候投一個機子 壞東西就沒有你暴力 死亡生亡死 你生亡是正常 其實是不好的 只有正常 因為阿希爾有正常 因為他曾經生活過正常世界 他的資料也不正常 但問題是 從小到大都不正常生存 一定更是正常 唯一一個正常的就是Mimeo Mimeo 不是這個世界 你有道理 全部分正常的都不是這個世界 失勢 你有道理 原本是沒有魔術 原本是有魔力 有魔力適合這件事 其他全部無天衣無魔術 都不是正常 接著我們要講講龍人質 那邊的故事 其實龍人質的故事 他們是了解到 他們的祖先犯了什麼過錯 現在的揭力叫做什麼 在恢復這個地球 他們也要救回 就是所謂的初治之龍 而要戰鬥 其實安琪過來之後 那個案子是很遲的 你殺了我的人,我殺了你的人 大家的理念不同 這個很福田式 或者是很共有 很大老王道式 大家都沒錯 我們立場不同 那一刻我不知道你 你殺過你,我當然是殺你 這個我覺得很正常 在這個位置 當然你說 他們最後就是 星星相識了 因為安琪 他又變成無魔者 開始就是他不停被人利用 所以安琪最重要的是 他不想被任何人支配 他經過這麼久的歷練 所以才能夠最後 反抗到變態博士 是經過這些歷練 不是突然之間 他有很強大的意志 這個位置其實我覺得 他算是有鋪塵 你可以說 你最多是不喜歡他的重口味 但是他有鋪塵 所以這套東西 你說 在龍人的故事 其實反而是比較 著物不夠多 因為他那邊那個世界裡面 其實他講到好像有一個機制 但最終是講到 是由無女 好像他說一就一 說二就二 之前進來安琪 就已經是有很多人在這架構 告訴他 其實他不是一個人可以決定殺一切 但最後就是他一個人決定殺一切 不,他好像很多龍 但去到那個世界 只有女人沒有龍 那些男人不知道在哪裡 那些男人是龍 那你平時那些男人可能躺在地上 草地那些 沒有啊 不知道啊 但要打掣就經常都衝過來 那那些龍 那些龍是住在什麼地方呢 是不是都隔著他呢 龍棚 那真是人要住的地方 真是 那些女人住靚屋 你們住龍棚 真是 這套東西的性別歧視是很嚴重的 OK 這套東西裡面唯一叫做什麼 博士不停是為男人爭一口氣 就是要強姦他想強姦的女人 就是這些就是錯了 我覺得 唉 真是 那個脈絡裡面 其實一直都是復仇的 其實還有 也都是一樣東西 沒有人用一個大義的名分 所有人都是 我和你是私人姻緣 我不是為了救世 就是什麼呢 我只是不妥理 之後整晚都不妥理博士 就一起打 沒有的 覺出所需 我會說一條龍 你們要打博士 那博士又是敵人 就一起打 OK 聯盟組成了 就是這樣 而你說這套作品裡面唯一的男角 唯一叫做在舊世的男角 就是 卡普斯 技奶 他確實很厲害 不要理 我這樣說 他的描寫是 反而這個描寫是沒有什麼描寫過他 他有什麼 總之我是騎士 你是公主 我去保護你 我接了命 為什麼呢 為甚麼呢 又沒有的 當然不知道兩個人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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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沒有的 哪有愛情呢 我不知為何我喜歡他 安琪喜歡他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 有一個人是沒有一個目的利益 去接近 即是說去幫助他 是無條件的幫助他 不是開頭有幫助他接到 不過他可能不知道 他知道 但是他一直說 其實我不是為這部機 其實我是為你而戰 他一直看見安琪之後 他了解了這個人之後 他已經在那個位置 切換了 我不是為目的而戰 我是為安琪而戰 在內心裡說過 我亦都在畫面上告訴你 你可以當他有說 安琪找到一個就是 終於有一個人 不是為了什麼目的而去接近我 當他和他一起很舒服 不需要去想太多的事情 因為他之前已經太多人 有太多的計算 所以就選了一個傻子 但我明白了 你這樣解釋 那我接受吧 只能夠這樣解釋 但實際 因為苗仔他的情緒很少 其實 少之餘就是 而且很專一 很單純 他真是傻子單純 安琪是公主 我們要救他 公主就送他 不用想其他事情 他真是沒有的 而這套東西黑的話 其實就是 為何塔斯在那個位置 其實真的很難死 他不死 我覺得可能有機會 女僕不認識 然後拿來玩 即是 他那些位置 應該是這樣說 他最後做一些位置 尤其是 去到故事 就是 由塔克斯 這個位置 突然間不死 回來 去到後面 那些角色突然之間 洗白 他們的心理轉變 是沒有之前的心理轉變 寫得那麼好的 最後塔斯一死了 女僕死了 然後攻擊了一個 個人的復仇之路 可能很悲哉 因為之前的心理轉變 是由慢慢形容出來 是累積出來的 那個心理轉變 是 那個復仇心 對那個角色的不信任感 是由慢慢 一件一件事 去累積出來的 而去到後面那些 就是逆轉劇情 是突然之間的 你會覺得就是 那套東西不同了 那套東西齊齊齊都說 三立 什麼 三立 三立後打波王 兩個團隊打波王 都沒有 普通二個都是 而當然你說 這套東西裡面 剛才我說 我是不是在讚他 我是在讚他 敵逆角色 我是在讚他敵逆角色 正同角色 是的 他是真的寫得 對他的性取向的描者方面 我才能夠說 我暫時找不到一套作品 可以寫得這麼詳細 可能有 但不夠這樣寫 寫得太赤裸了 開宗明義做話給你看 這裡其實裡面 有很多的設定 他是沒有解釋的 首先就是 安琪的媽媽 為什麼會知道這首《創世之歌》 沒有人知道 很多問題 不如說機器怎麼來吧 王昏戰騎的 是呀 但只有他的機器可以 跟回答 喂 叫我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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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管 這些超科技 最厲害的是 他機器要發動 首先有王族的血統 第二 要有首歌 第三 要有戒指 前兩者都無所謂 血統加歌 我也無所謂 但要戒指 整套劇 又落得多病 是有少了兩次意外 戒指會不見 被人拿走 不可能要把手機放下去 你不要理會這件事 他覺得要多重認證這件事 我覺得我會予以接受 但其實他裏面 他有解釋過怎樣來的 我覺得是OK的 但首歌和他媽媽怎樣知道這件事 其實是奇怪的 這件事是奇怪的 他是沒有著墨去解釋過的 所以安琪叫做什麼 因為我是主角所以我懂這件事 最多你會說媽媽以前和變態博士 大家都有唱過 我想到劇情是鬼父 我個人推測 這個世界有多少人知道這首歌 你這個世界的人和變態博士 沒有的 如果這樣說的話 我覺得這件事很黑 純粹個人推斷 但是很合理 因為這套是黑的 那邊的博士 其實某種意義上他是安琪的叔叔 然後跟他媽媽混在一起 他媽媽刪除了安琪 然後他媽媽 知道這傢伙外面有其他女人 為了復仇之前 哄了他 教了他一首歌 然後就要用他的女兒去復仇 嘩 我覺得瘋了 瘋了 因為他曾經跟第二次過 所以知道變成博士 拍攝什麼 拍攝機 因為這個世界的機 可以唱歌 聽到他的能力 支持這些東西 可能是黑色思靈的 就是 有可能 這些東西 好合你馬上就 嗯 這樣好看很多 嘩 純粹個人推出了 就是不得不體 尤其是在負面方面的老婆 我們是非常專業的 你說故事裡面 其實他整套日裡 他秉承到 這班主角 其實他們不是什麼大仁大義的角色 我幾喜歡 就是最後那集 安琪講的話其實說得挺好的 其實說 你們想著 回到真正的地球之後 然後他說 你們是不是會想著回去 我們不回去 那邊也沒有我們的生存空間 而且那邊的人 他們的事他們自己解決 我們為什麼要幫他 我們 我們 我們不爭他 已經給他面子 就是說你們的事 我們也不再需要你 你們自己搞定他 這個我覺得是 在安琪的聖革命中 我覺得很合理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 反而 他如果大仁大義的話 再好善程 他說話 反而我覺得這套東西 最後就落得 格調低了一級 他本身格調低了 原本無魔者在那個世界化 擋著龍 大家問題是龍結混了 這個世界的龍 拿回來 初日之後 又不會攻過來了 其實他們沒有需要再存在 我們不如走吧 合理會 其實是沒問題的 安琪是一個聰明的女性 你在最後講 我們都看到 那裡的世界已經變成廢墟了 回去做什麼鬼 大哥 回去那個世界 要跟那幫 原本是有魔力的人 現在沒有什麼鬼 要跟他們戰爭 但這個世界 不是戰爭 在那邊三餐 又要自己搞 又要什麼 你當然是留在一個 這邊做上奔 可以告訴你 你們曾經和無女 和無女 一起戰鬥國 是貴賓 你們平坦都是 即是這邊 安琪是一個 我覺得這是很合理的 這是一個很合理的 因為安琪在性格裡 她一直都是這樣的 死款 由她失去了王女 這個身分之後 安琪是不斷展示 她的下限究竟有多大 應該說她自從被人通完季之後 被人通完季之後 就覺醒了 不斷受她的下限 被人撕爛了衣服 無所謂 她的下限是被強姦 這個我覺得 任何女性都接受不了 這個其實 這個不是下限 這個是犯罪的問題 OK 你看到她很多事情 多骯髒也好 殺人也好 尤其是我多喜歡 就是最後那一幕 安琪對著她的妹妹 那裡 那些無恥的魔力者 說你是王女來的 就救我 算是傻了 然後就被人一槍扮了 我覺得 因為安琪不是聖人 如果聖人的話 可能是在旁邊開槍 就好像對著她的妹妹 還有一絲的感情 安琪不是冷學無情 只是說 我看不順眼的東西 我是絕不搜緣 我覺得這套東西 很多角色都是這樣 她知道看不順眼 就絕不搜緣 就算去到博士都是一樣 這個世界的人 是很統一的 所以我覺得 根本上那些人 就是博士自己的化身 博士就是一個如此的人 所以這班人的質素就是這樣 神用她形象做人 博士是神經病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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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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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全部都喜歡 釣著鳥來打 還要脫光衣服 神經病 成員 成員 的 其實我認為 這班人一定是這一人打起來的 他不停說 新世界是不需要你 這個諷知的地方 就是 新世界都不需要你精同博士的存在 難怪他全世界都失敗 他再次都失敗 因為全部都沒有製造的 我會覺得這樣說 這套東西其實你一開始看 會討厭 很多角色都很討厭 但當你接受了這班是 一班這樣的人 應該說你不是跟你看動畫一樣 那班是一班 全部是聖人來的 即他們 寬雲大量 他們仁慈 他們不會不擇手段 而且不會說一些漂亮的說話 你這班人就是這樣 他們完全不說漂亮的說話 他們完全不說 我和你很實際的東西 我就是要這樣 其實你看下去 這套東西慢慢你會看到 這班人其實挺爽的 在他們這個故事邏輯之下 即是故事邏輯之下 在一班正常人來的 想著正常人來的 還有感愛感恨夠分明 OK 其實我覺得OK的 你先接受這個故事 我這樣說 福田的主導這套作品裏面 我會這樣說一件事 這套作品 在劇情上 除了我剛才說的 某些設定 他沒有去解釋之外 整個故事 是 起承轉合 都齊齊的 我感覺是 他沒有去撿劇情 他撿劇情 是去表現的 細節元素 表現的問題 他很著重 我不知道是否福田 是很想做一套動畫 在性和暴力 這兩個元素方面 他是 這套作品裏面 他是質重得很重的 無事無刻 其實都是在說性 和暴力 這兩類東西 在這套作品裏面 我覺得就是 為何剛才我裏面說 我們就算有很多性愛的東西 他沒有的 因為這套作品真的是 正在做這件事出來的 一集的通貴落 可能有床上 百合一集 最後就要來個 強尼 強尚 他完全做出來 他沒有避忌 他完全沒有避忌 他完全沒有避忌 所以那個 麥樂 如果他根本走這個走向 其實他 我覺得算成功 在這個位置上是成功 因為這套作品裏面 全部都是暴力 還有 叫做什麼 無下限 有話題先 吸引你 但問題是 吸引你之後 發覺劇情是可以的 他沒有反駁 OK 即是成功 因為如果劇情好 但問題沒有吸引你 反而這套作品 其實失敗的地方是 什麼呢 是機體 在戰鬥上是完全失敗的 他重視為機體 反而老實說 如果 你做這一套 你做人和人打 魔力者和無魔力者 八兵戰這樣打 可能是更加精彩 但無魔力沒有什麼 不是武器 我說不用用機體 即是用裝備的東西 和龍打 你當作勇者鬥惡龍 你現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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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朋友說 我跟朋友說 說 是你這些 你要衰些說 的觸手批 你都可以玩了 已經 那不是跟龍打 跟魷魚打 跟張瑜打 然後跟人打 然後就是人的劇情 然後我們 沒事 我跟朋友那次的對話 是極度沒下限的 我都不說出來 這樣的話 就是打輸了的話 就是什麼 就地正發的 那是有那些 打死XEvent 當然有那些 那這套友 他真正正正 終於就是暴力同性 機體那裡 我覺得有什麼不好的地方 就是 當然 因為福田做機體的 一些機體動作 那些東西 我覺得很沒有動感 很沒有說服力 其實是 我看不到我覺得 很爽的看下去 那場戰鬥 大家都是由戰鬥機變人形 Mark Cross 你見到的效果 跟效果完全不同 差很遠 這個是何心唯一 的場處 大家都由飛行形態 變成機械人形態 將來的過程 你見到已經欠了幾倍 而且那個位置 其實是太多監用卡 其實是為了卡劇情 所以我覺得 對於機械人 是浪費了故事 浪費了福田 福田這個 這個聖與暴力的故事 因為他剛開始說到 那部機器可以自己裝陷 買零件陷 但發覺其實 沒有用過這些事情 浪費了 大家買零件那部分 我為什麼會說 他機體那裡 他監用卡用得太多 他連Seed的機體 那些武裝 異端的盾 Feed了把槍 出來了 我說 用不用 兼用卡得太嚴重 說把槍是不是太難 說新盾是不是太難 然後跟著 王女和神官 去戰鬥的時候 你都拿過來 兼用卡 我覺得 你是不是過分了 我覺得那是惡教 我真的不介意 還有他不是 copy and play 他是用原本的分鏡 畫到新的動作出來 他只是將一到二 人物的鏡頭 人物那裡畫過 但這套東西裡面 他機體那方面 真的不行 他機體那方面 戰鬥那方面 其實沒什麼意思 唱歌 如果是這樣 你隨便唱歌 唱歌有威力 這樣就可以了 用戒指 戒指 戒石電磁棒 招呼就可以了 你當這個 是綠燈盒 招呼 然後發射一些 挖強光 就可以影響這個世界 我覺得是可以的 其實 機體的出於考量是什麼 因為出模型 沒有 你博士研究過 博士也不是機器人 因為機器人 其實很多 他不需要機器人 如果是博士 不用 你虛數要做 你說到自己是神 你什麼都行 你找一塊石頭 告訴你 這塊石頭 我拿到這個地球 就會完 我也相信 我覺得他可以做這些 沒有 博士出來的機器 都是被人打的 有什麼秘密 你平時魔王機很厲害 你不說魔王機很厲害 你就知道 瓜仔就唱歌 其實他的魔王機 就是等於主角的機器 我不是理會機體強弱的問題 機體的容處 以及機體表現的這套作品 這套作品 他說 他機體表現的是什麼 人們很容易死 人們打仗 打仗當然會有死傷 沒關係 這部機器安全設施 完全不夠 大哥 安全帶也沒有錯 反而就掉下海 隨時死 你又是後期去到 玫瑰騎士團 或者是龍那邊的機器 才有防禦艦艙 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 機體在死那裡 他最初為了佈局 就是死的兩條女兒 隊長和另一個身手 但之後就沒有了 之後其實那些人的死 你給我看不到血聲 我完全看不到 血淋淋的感覺 因為這套東西 你頭幾集 我每一集都要見血 我不管哪裏流出來的血 我每一集都要見血 我每一集 那不是 我不管 但總之我每一集都要見血 因為是這套東西的主題 甚至在頭三集裡 給我的印象 就是這套東西的主題 就是這套東西 每一套東西都要有暴力 色情我可以讓你隨便 總之暴力這套東西 其實在這套東西裡 應該是最高的 最高的 但是他 機體那裡 他在開始做了之後 就是零死 當然他為了 安琪這個角色有多厲害 零死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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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這些人是這樣 他全身的第一小隊 不是 因為第二是三小隊 他沒說到 其他人死不要緊 第一小隊的人不死 因為是發展故事 反而就是 我覺得不死 但你應該說戰鬥 他跌得那麼長 因為我覺得 其實你做過駕駛艙 外腦 外腦 外腦攻擊 然後濃的血淺了 你打完之後 你應該是給我看 那種感覺 就是那種血腥 我覺得這套東西 就是要有這種 血腥的感覺 你才會覺得這套東西 嘩 他有自己獨特的感覺 這套東西 我不是跟你說外遇和平 他自己的主題 畫哪些血腥的波機 知不知道要花些錢 不是兼用卡 不能用的 對 福田不容許這樣做 每次出來 波機很漂亮 波機很漂亮 不會有損傷 這樣才能畫得很順 但我覺得 在作品來說 如果他有這些東西 會令到這套東西加分 有特色 一開始我不太明白 你沒有槍 用人家出門開槍 你說你這套槍 打贏一條龍 我真的不覺得 他就要照做我不明白 如果這樣就說 有理由 我要表演畫面性觀 就是要 而你說 本身其實 他也善用不到一件事 破魔者這個設定 在機體上 因為破魔者就是可以破除魔法障壁 可能就是說 這個障壁其實是要打不爛的 你是要壓制條龍 要用人手 去觸碰魔法 其實我覺得這個設定 應該原本是有的 所以那部機體不是的話 是不會這樣設計出來的 那部機體沒有破魔人來救 是的 但究竟為什麼 那些障壁是可以爆的呢 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所以這個就是說 我覺得這部機體設計出來 我開頭看 當然你說這套東西 我開頭看 其實我對他開頭的評價是很差的 但我看下去之後 我用回這個 這麼抵限的界線 去看這一套作品 全部人是沒有下限的 我看下去就說 這套東西其實很多東西 其實不是沒有設定的 其實我覺得 他應該是有 我感覺到 我感覺到 不知道是否福田是 好像木下監督那樣 做著說他迷失了 不是啊 我想出來了 喂 畫不到 會浪費些錢的 這些東西再改一個 那不如不要畫了 那就是演出那裏 演出那裏說 不行啊 怎麼會這樣畫呢 我們沒有人手工說 你這麼誇張的特效 所以看下去其實 反而我之後再看整個東西 我們覺得 路機體那裏 即機體外路 駕駛完出來這裏 我覺得其實應該是有心意的 其實是 不是單單就是說 為了就是飛行形態 大家突然之間 插頭出來 聽解 沒有什麼環境 沒有 不是這裏 我覺得是破磨 我應該其實 百分百 我會感覺到應該是這裏 因為龍式放魔法陣 放的 沒錯 好像一閘條龍式 放整個地 地 例如出機 按個地下 可以破掉 但他沒有做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有個人的手 就斷了 明明 那隻手電就沒有了 魔法陣會炮 是有首歌 你平常都是這樣 魔法陣 他一碰就沒有了 平常都是這樣 所以反而那些魔法 你見不到那個黑星 那些機體就是為什麼這樣死 當然我知道 其實如果這樣就可以 因為他不想做到 人坐上去 機體就會防魔 如果這樣的話 那些龍就會死硬 那些人的死亡率不會高 死亡率高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們是要用肉身 去接觸魔法陣 這個才是最危險 你突然間做什麼冷凍槍 一下子射下去 要爆熱神掌 做什麼 其實這套東西 不好看 反而你說 如果你用機體 你用這個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用機體 因為你最終還是要用駁箭 合理說明了 為什麼有些機要外路 那些機沒有外路 因為你們要帶到駁箭 他們不用 甚至叫一些身兵 就是說 身兵你們的公共陣 現在就是要衝前 我們幫你壓制 你總之碰個魔法陣就可以了 你們什麼都不理 我覺得這樣 這套東西真的可以 如果這樣的戰鬥 我覺得是OK的 整個戰鬥 這樣才像 我覺得這套作品應該要有的戰鬥 那這套可能做不到 沒辦法了 可惜了 可惜了 這套東西 我在這個下限的條件之下去看它 是 人物方面 寫得夠狠 寫得夠狠 我覺得 寫得夠狠 寫得夠狠 有個小的立場 他們是 全部都是卑鄙小人 那我不用說你卑鄙的 無所謂的 卑鄙下流賤格 全部都是這些人 你不要沒有我可以了 但他們 卑鄙下流就是 施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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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是卑鄙賤格 其實他沒有否認過 他對變態博士的愛 其實 就算他知道 愛和一條線 沒事的 當愛去到極直 得不到的話 就會反轉變成恨 沒有啊 你好像瑞莉亞 沒事的 我一直拿來罰你 沒事的 他裡面的角色 全部都是很人性 你可能有空不出街 或者偶然新聞 都會看到一兩單 這類人 會是 不過這裏說得多一點 這裏最瘋的是博士 我也是那個 其實頭那一段 頭那一段 是這套東西的精華 我覺得 大家是深深了解到 變態博士 是一個 怎樣的人 你真的完全清楚了解他 他做任何事 他做的人都是很不堪 包括他 他做的任何事都是很不堪 他做的任何事都是很不堪 你是可以貫通所有的東西 你就覺得這個世界 你才是最不應該存在的存在 你應該自殺 他不肯 他不肯 那你要對他 或者是自供 這套東西 不要還在讀書的各位聽眾 就不要在家人前看 這套我們去到這裏 很重口味 好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